新铜电池 生活中可以看到许多电池 但是通常无法观察到内部构造 难以一窥其中奥秘 现在让我们制造新铜电池 建议认识电池发电的原理 进行此实验所需的器材有 减流器一个 烧杯250毫升两个 拖枝棉花少许 芯片一片 铜片一片 腐鳄鱼甲的导线两条 U型管一个 浓度0.1mol的硫酸铅溶液200毫升 浓度0.1mol的硫酸铜溶液200毫升 浓度1mol销酸钾溶液200毫升 标签值两张 在两个250毫升的烧杯 分别贴上A B标签 A烧杯加入0.1mol硫酸铜铜溶液 B烧杯加入0.1mol硫酸铜溶液 A烧杯放入芯片当电极 B烧杯并放入铜片当电极 用导线连接减流器和烧杯中的新铜电极 观察并记录减流器指针是否发生偏转 取U型管装满泥木耳硝酸钾溶液 并用棉花塞住两端管口 使管口朝下时棉花不会落下即可 把装有硝酸钾溶液的U型管 横化于两烧杯中 观察减流器指针是否偏转 如果减流器指针偏转 进入减流器读数与电流方向 要注意指针偏转方向 与电流流动方向是相反的哦 继续观察 看看两极金属片 几两烧杯中水溶液的颜色有何变化 活动完毕后 应将肺液统一回收处理 以免污染环境 活动探讨 在U型管还未置入前的减流器读数为零 U型管置入后减流器会偏转 当装满消酸钾溶液的U型管 横化两烧杯时 消酸钾溶液把两种隔离的水溶液联系起来 沟通电路 称为岩桥 新铜电池形成通路时 芯片的质量会逐渐减轻 释放出来的电子经由芯片流入导线 经过减流剂使指针偏转 然后到达B烧杯的铜片中 B烧杯水溶液中的铜离子 自铜片上获得电子 形成铜吸出 因此铜片质量会逐渐增加 溶液颜色也会变淡 活动重点整理 实验中装满硝酸钾溶液的U型管 担任联系两边水溶液 形成通路的功能 称为岩桥 减流剂指针偏转方向 与电流方向相反 由于指针偏向同级方向 代表电流从铜电极流向心电极 因此可判断 铜为正极 心为负极 随着反应时间越久 两极烧杯中的溶液浓度越来越小 减流剂的毒素也越来越小 表示随着反应的进行 与浓度的降低 产生的电流也慢慢变少 本活动的反应是如画面所示 通知肯定是ズ调治药做出的 特别题 指约 policies 请아아 视频